胶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让您荣光焕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解专利胶原生态 宪政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景彩武汉 快乐联邦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 大家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 今天的子鱼生活234 我是主持人张晓博 我也是主持人 李宇珍 我刚刚要开场的时候 看到那个时钟写6点17 你知道我差点以为现在是要广告要回来 我本来想说 欢迎回来自于生活234 后来发现 哎呦不对哦 这个系统应该是 因为头前有这个广告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开场 那不过这个正式开场 一开始还是要先跟听众朋友做个 这个网路上叫做前方高能警报 就是说待会会有这个高能量喷发 所以这个警告警告 忘年就对了啦 这个高能量喷发是因为前几天吃坏肚子还是 不是不是吃坏肚子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等下要说的事情 因为最近这几天这个收看本节目的韩粉变多了 所以我们真的很贴心的 一开始就要跟提醒听众朋友提醒这个新加入的这个 在看线上脸书直播的韩粉朋友 我们等下就是要说你们市场科技最后一名的事情 我先有说 我先预告了 不要说我没有提醒大家 我们等下要说的是 这个韩国如在天下杂志2009年 这个冠期收定为施政满意度排行 最后一名 哇 恭喜哦 是是是 所以标识是吧 标识我们等下要跟这个新加入黑韩产业链的天下杂志一起黑韩了 所以这个韩粉待会要仔细来收听 这个注意一下血压 那宇宙我们今天一开始还是跟听众朋友这个 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好的 因为这个天下杂志 大家都知道这间嘛 这个天下杂志 他在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公布一个 长期特单位差不多2000空10年开始 每一年都有来做的这个民调 每年做一次 那就是这个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民调 那这个民调要出来的时候呢 大家突然就发现说 因为今天你的脸书 脸书可以彭那个相片嘛 我今天看到脸书上面就有一个排行表 我就在在找韩国语 这这这这这这这 第一名到21名 怎么没有韩国语的名字是不是我看错了 我又再重新搜寻一次 还真的没有 哎呦 有什么 我就点开发现他在第二十二 因为缩土的关系他被删掉了 他在最下面 垫底啊 太底了 所以没办法记得 是没办法一眼看到啊 真的 OK啦 这个是因为天下杂志 他发布这个2019年 注意是2019不是2018哦 这个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 那这个调查里面就是人民会对于他们施政的作为 給予評價跟評分 那裡面他有分一些有五個例來 五個面向還有市民的感受 與其專家的考核 那綜合以上的排比呢 這個根據天下雜誌 他目前因為他是要花錢的 所以這個因為小博很散 所以我都沒辦法看免費版 當然免費版當然P漏的部分有限 在免費版的部分他就說 以這個市政首長施政滿意度結果來看 綠營的執政目前是重獲肯定的 那目前這個綠營執政這個前十名裡面 有一半就佔了一半了 那其中這個二月份因為舉辦 台灣燈會大放益彩的這個兵東館的這個館長 我們家的縣長盤崩安 那這個幾下連續三年滿意度第一名的 連江縣縣長劉真應 跑到了第一名喔 那這個我覺得余真你不覺得 有時候真的是人有沒有在用功 看到排行榜看到這個成績單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說兵糧是有在用功 因為你有印象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這個記者都有在報道說 潘孟安這個屏東縣長潘孟安 接受這個議會這順的時候 哇不用看稿不用換氣不用喝水 六十八頁這個施政報告倒背如流 這個行雲如水這樣子唸出來 那但是為什麼那時候這個新聞會爆紅 我們應該是因為 這個有過一個高頻犀鳥有這個高頻犀鳥 有這個高頻犀鳥 有這個高頻犀鳥 在這個議員在這順的時候 都是同一句話來回答就對了 這句話是什麼 就是這個住民啊 高頻犀鳥覺得很建小的高頻發大宅 高頻發大宅 是不管議員問什麼 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都是同一回答 高雄發大宅 所以說那時候就有很多媒體 也有很多這些網友意思就是 你除了這句子之外 你還有別句可以講嗎 因為他根本就沒辦法對議員的問題來回答 所以除了這個潘孟安爆紅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人是這個桃園市長鄭文燦 因為那時候也是一樣這個部分區的議員王浩宇 他就有問了很多這個比較艱深的問題 還問到說最小的里的里長叫什麼名字 結果這個鄭文燦也是一樣可以回答出來 所以鄭文燦我們在看 在這個2019年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的排行 他是第四名啦 好是啦 他2017 2018 2019都是第四名 哇這真的是 未免成功 對一路走來始終如意啊 這個鄭文燦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名單裡面 值得我們稍微比較注意的 我反而是比較在意的是一位 也是很有名的縣長 就是我們宜蘭館的廟縣長 廟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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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四名就是靈芝廟 就是這個竹青亭 著名的竹青亭資料 因為這個宜蘭他們有一個計畫 算是針對青年的計畫叫做藍青亭 然後他在接受議員諮詢的時候 他完全問他說你有沒有聽過藍青亭 他就說竹青亭有啦 有啦 真的是喔 而且你剛才這個廟縣長哇厲害 他是首創全台灣 中華民國創建國以來 雖然滅亡很多次了 建國以來第一個縣長在議會諮詢的時候 把秘書長叫到旁邊跟著站了 因為他會出錯 沒辦法給大家的問題就對了 所以說今天就給網友拿出來就跟他說 欸 林芝廟這種表現都有倒數第六名 到底是對五個人輸給他 對 我那時候要念這個廟廟節 這個是第十七名 倒數第六名 那就要來看這個倒數第五名 這個第十八名 是這個苗栗縣的徐耀昌 對 縣長 那你苗栗縣在鄉親都超級人 是 我不知道你們這個槍園有一樣 有一樣 我一間以上的穿著都住在苗栗 真的嗎 這樣你是不是要摳放一下 我沒辦法 我們這個青城 它是整個三藝鄉那個盛興村裡面 你往山頭看 唯一一個差國旗的 就是逼人的青青 我的頭很痛 哎呀好啦 這個青城也沒辦法 好 那接下來就來看喔 第十九名 是這個彰化縣的王惠美 一樣也是這個國民黨籍的王惠美 就是那個說要把風力發電停掉的那一位 對 然後惹到這個國外的廠商 沒有願意來投資 所以說有很多這張化館的那個年輕人 都站出來說這個 拜託一下這個王縣長 好不容易年輕人都可以回來 從事一些比較高科技的產業 可能也會讓這個台灣的風力發電 或者是綠能產業更進一步 結果你一幕後來 人就沒辦法投資了 所以這個一定會不滿意的嘛 好 我們要進到重點囉 倒數前三名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們先生們 這個倒數第三名是什麼人 最近也是很暗 因為我會想這個不滿意度 其實都是有它的依據的啦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你做一個縣市首長 然後你自己的市政 或者是這個縣政都顧不好了 你就想要去選總統 然後在那邊這個三星惡意啊 有的沒有的啊 當然這個市民們一定會不滿意的嘛 所以這個倒數第三名呢就是我們的柯文哲 柯柯柯柯市長啦 哇 難怪最近被退戰退到這個臉書粉撞 我昨天還前天看剩下175萬的樣子 整個被大退戰 柯市長倒數第三了 對 而且這個柯市長的這個分數 還以為桃檢都有一個分數嘛 那這個跟上一個王惠美 其實是已經差了5分啦 到了這個51.8分了 哇 蠻丟臉的耶 以往首都市長不會有這麼低的 雖然是馬英九也沒有這麼低過 這時候就要奉勸柯市長啦 因為柯市長抵擊了進展的 就是有發生這個失言風波嘛 是是是 說我們這個前高雄市長陳菊菊姐 是什麼比較胖的韓國語啊 說這些話真的真的很優秀 啊這個時候就是陳菊市長 他也沒有出來就是跟他在那邊倒數 口水戰啦 所以陳菊市長出來說 我們不如花時間在念書吧 這時候柯市長都出來囉 就說你確定還要叫我念書嗎 意思就是說他在這個學生時代的時期 都是這個科技科安啦 不過進行主席是做指定喔 你的這個分數是市民在替你打分數的 對啊 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柯市長啊 這個真的不行啊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三心惡意的好不好 做好你的台北市長 沒有你就會親手會比較兩的 我們還有倒數兩名喔 這個倒數第二名呢 是也就是第21名 就是我們的台中市長盧秀燕啦 哇又是你啊 是又是你 我前陣子有聽到一個傳言 然後就是聽說這個楊瓊英 很想要回到他的這個選區 去跟洪池用拚這個立委 但是因為盧秀燕 行主席好像沒有一個能人降式 好像只剩下楊瓊英比較能幹 所以他好像不是很希望他回去選啊 我就想說看到台中市現在 施政滿意度這麼的低 然後上任之後花博又弄不好 三手線也給他停掉 空污也沒有解決 我就想說到底 難怪他跟韓國瑜是這個伯仲之間 因為他的分數 再怎麼說他的分數還有48.65 比韓國瑜高嗎 有可能比他高了6分 喔喔喔喔喔喔 但是他其實只比柯文哲低了3分啊 意思就是說柯文哲跟盧秀燕是同一個階級的啦 是是是是 同一個等級的你知道嗎 同一個很長的 對同一個很長的 伊倫曉博他都要說的喔 那個楊瓊英 他如果沒有繼續待在盧秀燕身邊 有可能盧秀燕就是最後一名啊 欸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這個 秀燕加油啦好不好 秀燕加油啦好不好 拚過柯文哲嘛 你們之間只差了3分齁 其實不困難啦加油齁 那就來看我們最後一名 就是我們這個大名鼎鼎的 這個高雄市長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韓國盧啦 We are the champion 他是倒數的champion 沒有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在臉書上面直播嘛 然後就有聽眾朋友留言說 都是市民們不滿足啊 喔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韓黑都會把這個對市長的不滿 怪罪成說是你們在黑韓 這個韓粉啊韓粉都會說 我們這裡的這裡對市長不滿的這些聲音 都是黑韓產業鏈 所以今天韓市長抵制的市政滿意 剛裡面是說倒數第一名 這一切齁有可能都是市民的 不對 千錯萬錯都不是市長的錯 對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齁 除了是市民的錯之外 也有可能是天下雜誌的錯了 喔怎麼說 所以我們就來看這個今天這個韓粉啊 這個不意外韓粉又去攻擊了天下雜誌 因為之前是這個日本的客人嘛 來拜訪韓國盧的時候 結果韓國盧的他的幕僚就是沒有敲好那些時間地點啊 所以說倒地到這裡日本人來的時候 就是給錯地點跑到這個鳳山行政中心 後來又緊急改到這個四圍行政中心嘛 那所以韓國盧就在這個新聞裡面啊 他就說什麼 哎呀我今天沒有遲到喔 我等了日本人25分鐘喔 那結果就引起了日本學者不高興嘛 因為覺得說欸是你們跟我講好地方在哪裡時間是幾點耶 所以日本學者就在自己的面子上面來解釋這件事 結果韓粉又進攻了 進攻到這個日本學者還關了一天的臉書啊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呢就是希望各位聽眾朋友 去給天下雜誌的粉專一些溫暖 而且你知道天下其實以前就是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天下是偏藍的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我們常常就會說什麼讀遠見就會沒遠見 看天下就會失天下 因為開玩笑網友都會這樣開玩笑喔 拜託一個已經稍微偏藍的這個雜誌 他都已經講你們韓國語民調最低了 難道他也是韓黑產業鏈嗎 哎呦這個不得了喔這個窩裡反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網友 到底都到天下雜誌下面留言什麼 他說來來我們來看有一個這個儲君藍啊 他說什麼他說拜託天下雜誌台灣長期以來 用這種小學生名次是幼稚的方法 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啊 只會讓台灣更沉淪根本不客觀 造就多少冠軍的黑金政客你們知道嗎 摩擦多少優秀做事的政治人物你們知道嗎 台灣夠亂了 所以他在講說前冠軍的是 冠軍是黑金政客喔 可能說他說的應該是這個 倒數的冠軍是黑金政客 這句話我認同 還是他是在講第三名的花蓮 花蓮縣的那一位 哎呦不知道呢 會罵到自己人要小心喔 這個儲君藍要小心啊 你有可能這個出去的時候會遭遇一些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是第一的留言 第二的留言是這個施敏賢啊 他說雖然韓國瑜民調輸 但我還是投韓國瑜怎樣 沒有怎麼樣啊 你要投就投啊 你爽就好啊 很生氣耶 這個也是一種就是有點負氣 怎麼樣我就是要支持他怎麼樣 還有第三個喔 這個莊秀啊 這個留言的人叫莊秀 他說天下雜誌民調如果會準 2018年韓國瑜就不會當選市長了 然後呢下面有人回答他說 對齁天下民調真的不實在 我也覺得奇怪 徐真衛縣長應該實名以後吧 怎麼會第三名 等一下 不是都是國民黨的嗎 那是都是國民黨的 然後這最好笑的是這個留言 就是說天下如果會準 2018年韓國瑜就不會當選市長 他馬上被嚇一個網友嗆他說 如果韓國瑜不是這麼會爭笑騙笑 2018年他就不會當選市長了 這個也蠻好笑的 對這個不過這個真的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啦 因為這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民調他真的反映了高雄市民的心聲啊 不只高雄市民 台北市民的心聲可能也在這個 他算民調完就滿一度調查裡面所顯現出來啊 一般的民眾是真的不介意說 你今天是做市長的啦 你的質量都沒有做到的時候 你又說什麼你想要去選總統 對所以我也覺得說真的是 而且你知道今天這件事情出來之後嘛 因為這個今天這個我韓國瑜政務嘛 有開這個記者會嘛 我們開這個記者會之後 差不多半小時高雄市新聞局 我們這個最會收拾殘局擦屁股的這個新聞局長 王淺秋局長 我看他真的很辛苦耶 是 這個老闆每天在那裡出包 這個包又很大包因為最好一名嘛 那他馬上可能就要開始在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我要幫老闆來處理 對他馬上就發了新聞稿說 請這個市民再給他們一點時間 這個施政需要發酵 哇 那不就奇怪了 全台灣你需要發酵別人都不用發酵喔 真的 這個語政你看這個青上任的首長第三名 徐偉還有這個台東縣你們國民黨其他的人 侯友宜黃敏慧這些人 他們都是新上任的啊 他們排名都比韓國瑜還要前面啊 人家怎麼沒有發酵的問題 真的所以還是覺得王淺秋局長蠻辛苦的啦 像他剛才小婆一直說的 這個要幫韓市長擦屁股嘛 今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就有送韓市長一句話 因為他不是在他的肇事頂館 還說什麼什麼放馬過來啊 林北丹麗啊 對對對 然後送他一句台灣的禮語啊 叫做這個 沒有那個咖嗓不能吃那個下藥 喔翻譯 這句話意思就是說 這個沒有你沒有那個屁股齁 就不要吃那個蟹藥啦 台語來說齁就是 意思是你要看你自己可以做到什麼定度 你評估一下你在決定自己要做哪些事情 要做什麼樣子的決定 所以說韓國瑜市長他就是自己 他不知道自己的份量到哪裡 所以一天到晚吃了很多蟹藥 然後就要讓王淺秋擦屁股 就一直拉肚子嘛 一直拉 每天不是失言就是這種排行榜 排行榜最後一名啊之類的 對然後要不然就是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比如說要招商土地還沒搞定啊 定定這些事情 是 所以真的我也覺得說這句話真的非常非常適合他 是 不過宇珍我今天在調查這個天下雜誌的 他們公開就是這份市政滿意度報告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排名 這份排名雖然說我們今天這個所有的媒體都沒有在寫一件事 不過我覺得有特別重要 他是說齁民眾 因為他還有做這個總統領導人的這個排行 然後這個民調 當然這個蔡英文在全台灣所有限制 基本上都是超過韓國瑜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就沒有特別拿出來講的必要 不過他這個排行榜是說齁民眾齁 你希望你的國家領導人最優先來處理這些項目 到底是對五項的這個排行 那在這個裡面我有發現一件我覺得有點擔心的事情 因為我們過去常常說香港以前就是重經濟 然後這個不重視主權嘛 經濟動物 所以後來香港就有點面臨了這個反送中被中國欺負的狀況 那我今天看到天下雜誌做這個五項排行榜裡面 民眾最在意希望國家領導人最優先來處理的這個事情 第一名超過35%的民眾認為說是經濟發展 第二名還有15%的民眾認為是這個政治惡鬥 這個我和雨貞在這部上面我們最在意的 我們台灣到底會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東西是國家安全的部分是排第三有13.5%的民眾認為 這個是優先要來處理的 那第四名有13%是這個兩岸關係 那最後一名第五名才是這個貧富差距 有10%的這個民眾關心這個議題 是這樣 其實我會覺得說這個經濟發展 和這個兩岸關係還是說國家安全 他有時候是併在一起討論的你知道嗎 因為過去大家有可能 因為過去的媒體 是說有些人有可能拿中國的錢 來到台灣的時候就說 那中國經濟好棒棒啊 你們台灣的經濟一定要靠中國啊 等等這些話嘛 不過現在現時國際上面已經不是這樣了嗎 因為在這個中美貿易戰之下 或者是這個日韓經濟戰之下 台灣的經濟正在崛起當中 而且你的崛起是絕對不能去依靠中國的 因為中美貿易的它的情況就是說 美國要對中國來課很重的關稅嘛 那你一旦台灣繼續靠著中國 你就會跟中國一樣 必須要被美國課很重的關稅 而且現在就是很多的這個中國的外商 他們都在找另外一個地點 可以讓他們去設置這些工廠 甚至說台商他們要回流的時候 也可以有這樣的地方 那這裡是哪裡 其實就是台灣嘛 所以我其實也覺得說 這個當然這個調查 我認為對政府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這個參考的方式是 我們到底怎麼去跟民眾解釋 國家安全或者是兩岸關係 它跟經濟發展是綁在一起的 對 你怕你如果是你的經濟都靠中國的外商 如果是倒掉它就倒掉了 而且中國他們就是一天到晚 要把你吃掉 那你既然要發展經濟 然後你也有人很在意國家主權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去選擇一條 它同時可以兼顧兩個的道路呢 明明就有這個選項 沒錯 而且對啊 今天剛聽雨甄講 因為我看到這個表 我也想說 怎麼會是經濟發展 放得比國家安全還要前面 但不管 因為可能透過這個表會排行 第一經濟發展 第二政治惡鬥 第三國家安全 然後兩岸關係 貧富差距 其實我們在節目上面 還是要跟聽眾朋友來強調 就是它其實很多事情都是息息相關的 我記得一下就好啊 政治惡鬥裡面 我們常常在看電視打開 就看到什麼人在炒作什麼藍綠惡鬥嗎 其實美國沒有這種政治人物炒來炒去的這種嗎 也是有啊 他們可能為了加稅1%還是加2% 課什麼稅 課多少錢 這種事情也會炒成一團 但是他們的這個政治 這種基幹的這個鬥爭是說 兩個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前提 為優先的狀況之下 我們去討論怎樣對美國好 但是台灣的這個 其實它所謂的這個政治惡鬥不是這樣 台灣現在的問題是說 有一個人 像我們這個人 我們在說我們怎麼樣對台灣比較好 但是有一盤 這個有一坨穿那個藍色衣服 後來有穿紅色衣服跟白色衣服的人 他們在討論就是什麼 就是怎麼對中國比較好 不要怎麼樣不會得罪中國 那你這樣子 我們要怎麼討論 我們兩邊討論的基礎就是 就不一樣了 你也不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去思考啊 這樣我們是要怎麼來克服這個政治惡鬥 所以說這個民眾雖然說就厭惡這個政治惡鬥 但是這個我們兩個主持人 也是在節目上面來強調啦 台灣沒有這個什麼藍綠惡鬥的問題 只有這個台灣人跟中國人這個戰爭的問題啊 對對到底是要守下台灣 還是你要這個跟中國統一之間的戰爭而已啊 不過經濟發展我相信一定是大多數的民眾會更在意的 因為那個就是跟生活息息相關嘛 沒錯 所以即使說你在看好比如說韓國瑜市長 他喊了高雄發大財 請問高雄有發大財嗎 沒有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只要去看說 到底這些中國人執政的地方 這個還有這個民進黨執政的地方 有什麼不同 他們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哪一些是可以更長遠走得更久的 哪一些他只是這個短期之間 他可能意思之間他可以去中國 然後跟你講說簽了多少MOU 但其實這些MOU有承擔嗎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嘛 是啊 好OK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我們來聊這個柯文哲 有 世俗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思惑、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在這裡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廣告文 我們如果要睡之前 廣告讓自己的完全債助 做生我們的心來會比較平靜 變回自己的家人 碰起三三五 數理三三 阿樂 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耶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定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旅車、轎車、休旅車、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從生完小孩抱著上下樓梯 現在走路變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紀大了齁 走路很不舒服 保養變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產品 讓你隨時更方便 選用來自純淨無污染的 紐西蘭奇蹟之輩 清透一倍萃取物 現在葡萄糖胺MSM官戶乳膏 特價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或播0809-092-898 快上網搜尋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棒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 這部時間 我是朱祺琳張小柏 我也是朱祺琳 李宇貞 我們剛剛聊到了這個 天下雜誌做的全台縣市首長 施政滿意度調查吧對不對 這個排名的最後兩名就是這個 馬雞馬 一個是韓國瑜 一個是柯文哲 這個柯涵一家親 沒有啦這個柯文哲是倒數第三啦 喔我記錯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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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秀燕啦 因為他真的很沒有存在感 我有時候都會忘記他你知道嗎 秀燕不好意思啦 我只有忘記你倒數第二了 不過這個其實 再拿出來講一次 也是在鞭打你一次而已 好啦我們今天這節齁 這個最後面一段時間 我們來聊這個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最近因為這個網路上面齁 這個有時候真的是成爺網路 拜爺網路嘛 他靠這個網路聲量 然後什麼白色力量 然後找年輕人回台北投票 全台監票聯盟什麼的 弄到說好像這個柯文哲 變新一代 曾經是新一代的網路霸主 可是如今這個風消消息溢水寒 我沒有辦法引算算了 就是說他現在這個民調非常的悲劇 那不只悲劇 連網路聲量都很悲劇喔 他最近被退戰 那原本是說這個退戰十萬嘛 結果想不到最近一瞬間 這個從十萬退到變退十五萬站 這個跌破兩百萬大關了 那他在這個九號的時候 接受媒體採訪 那他就講了 這個媒體就問他說 你最近給我人退戰呢 退戰十七三 你是有什麼看法 那這個柯文哲就說了 他說台灣比較理想 是個任性社會 他說 他就說 我不知道他講表達什麼 他說臉書能在一個月 增加四五萬人按讚 也可以掉個幾十萬 其實差蠻多的 這四五萬跟幾十萬 其實這個還是有差 他說這種類似極端氣候的政治 不是一個穩定社會該有的現象 那他就說什麼 我們已經有在反省了 那他就說台灣比較理想 是一個這個任性社會 那他覺得不應該是這種極端政治 可是你知道宇甄 你有沒有印象去年韓流起來的時候 柯文哲有接受過這個電視台的專訪 然後那時候媒體就問他說 你怎麼看韓流現象 因為韓流現象叫柯文哲的說話 應該也是這個極端政治 就是說香港這樣韓流起來暴漲 甚至暴漲 結果那時候柯文哲就說 他這幾年讀的書 遠遠超過你們的想像 所以他欣賞韓國瑜就是了 我不太懂為什麼他那個時候要捧韓國瑜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韓國瑜的現在這個成就 其實柯文哲你自己也推了一把 是 我的認為說這個臉書上面的按讚不按讚 他的確就是在表示說 我對你這個人是 我對你的理念是贊同還是不贊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 這也不是什麼台灣的什麼政治很極端啊 沒有 也不是說什麼很不穩定 你這個是表示台灣的人民 有對你這個人 你所表達的一切言行 我們有對你表示認同或是不認同的自由 所以今天如果是在中國的話 他們連臉書都沒有 他們的臉書都是用來攻擊我們台灣人 用來操弄我們台灣政治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柯文哲會講出這些話 我其實會認為 比如說他會認為大家在表達意見 表達對他是認同還是不認同的意見的這件事情 他認為台灣是不穩定的 我才覺得他的這個對於民主的想法才是不穩定的 因為武當西尊以說出來為其實蠻威權的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也反映在上面 沒有錯齁 所以有時候看到柯文哲對於怎麼講 你要退一個人讚齁 他其實是必須要經過一點 稍微一點那個先靈思考的那個成本 不會說真的要退就退啦 因為我看到我現在看到我弟還在按柯文哲戰 我等一下就去私訊我弟 叫我弟給我退讚 生氣因為有時候會看到那個你有幾個朋友 還在按柯文哲戰嗎 你就會想到私訊那些人跟他說 欸退了沒你退了沒趕快給我退喔 所以有時候他還是需要一點成本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那個讚只要退下去之後 其實就再也會不來了 對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是大家要勇於討論 你覺得你不喜歡的這個事件啊 比如說這個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兩個台北的朋友來找我 然後我們就是喝了這個下午茶喝杯咖啡 啊我們就說到柯文哲這件事 我就說柯文哲其實他現在跟他這個四年前 或五年前說出來的話其實完全不一樣了 為什麼還要支持這個 你一開始支持他一定是因為你認同他的理念嘛 看到了不一樣的光景 對你認同他說出來的話 或者說你認同他的這個路線 他有可能會為台灣的政治帶來 帶來另外一種路線 但是就是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你突然發現說好像不是欸 好像當初是被包裝出來的 現在所看到的他才是真實的他 然後他也創立了台灣民眾黨嘛 他也說了聽了蔡英明的話說兩岸一家親嘛 然後甚至說對於這個蔡英文 或者是對於陳菊 或者是對於這個我們的這個國民姐姐林志玲 都說出了這種歧視的話 說什麼志玲姐姐只要懷孕 有小孩就這個退出比賽 這很扯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柯文哲 才是真實的柯文哲 當他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就是要給他退戰啊 所以那時候跟我的朋友在討論這些事情 他們是對情侶嘛 當然女方就會說 我覺得柯文哲就很怪啊 他就是不喜歡 那男方那個時候還才保留了態度啦 那我相信經過這段時間的沉澱 或者是說 用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這些政治事件之後 我相信現在對於那個男方來說 也是非常不支持柯文哲的 沒錯 現在看到柯文哲的反應 有時候都會覺得很像看到我爸那一代的人 對政治的反應 比方說崇尚蔣經國啊 然後認為什麼李國鼎孫運軒是什麼 黨國的這個菁英政治菁英幕僚啊 然後就是對於女... 像剛剛宇貞講到這個對於女性 或對於人權的侵滅 那其實我今天就在這個報曲 有一個網路媒體叫報曲 那在上面找到一篇文章 其實他就是在講說 柯文哲這些人啊 貶義女人對人權侵視 其實就反映出了45到64歲 一整代人的落後 當然這個分享這個不是要強調說 你只要在這個45到64 你全部都是啦 我覺得沒有這麼絕對啦 因為還有很多的 就是這個年紀的人 他們都是隨著時間的推進 然後有所在思想上面有所不同 不過就是要強調說 那個時代的背景 我們今天講這篇文章 其實是要強調說 那個時代的背景是怎麼樣 然後覺得柯文哲在 我有時候都覺得柯文哲在那個背景之下長大 不怪他的這個... 誰要這樣 對啦 誰要這樣 因為這篇文章裡面他就有講到 他說這個柯文哲在進步價值的行銷包裝之下 是台灣的保守負面文化象徵 比方說他對女人的貶義啊 對民主的無知啊 對人權運動的這個輕視啊 對聯考這種單一價值的尊從 或者是對這種競爭排名 因為一是精英嘛 對於競爭排名的增強好鬥 其實都是反映在戒嚴聯考那個時代的 那個時代背景之下他的長相才會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說什麼 這篇文章還有寫到 他說 雖然他這個並不是說這一代人都毫無勇氣 因為比方說那個年代裡面還是有美麗島運動啊 包含這個被柯文哲攻擊的這個陳菊市長在內的那一代人所發動嘛 其實那一代其實還是有非常多有勇氣的人冒著死刑的生命危險 來追求民主化然後來發動一些跟威權對抗的這個手段 但是呢問題就是說這一代人他其實也是什麼 也是國防政治商業各個方面都被這個黨國所掌權的年代 所以在這個年代之下你要嘛你就是投身在民主這邊 不然的話你其實可能你就會變成這個 你要嘛就是隱性威權或者是這個完全威權的人格 比方說你是國民黨威權的你可能頭部裡面就是大堆國民黨的年代 應該是說在那個年代齁就是你如果不聽國民黨的話 你就拿不到那一些你想要的錢也好圈也好 所以你一旦就是做了這樣子的妥協之後 你很容易在這個不知不覺之下 你的身心靈全部都被這樣的毒素給入侵了 是沒有錯所以說有時候看到柯文哲崛起的現象會覺得說 很多人說他是什麼民粹啦 其實我認為柯文哲其實就是在這個台灣 因為台灣我們在推中民主化嘛 然後這個綠營其實還沒有完全執政 那其實台灣人民很多這個腦袋心理 就是腦袋裡面那種過去黨國教化下那種威權因子 其實還沒有完全消除 所以陶獨阿旺宇正有在說 所謂的我們看到一些什麼藍綠合鬥 其實他就是中國人在針對台灣人進行這種大規模的這個 不讓你多得到政治化語權的這種鬥爭啊 這當然是也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有一些政治惡鬥他們想要踩在道德的最高點嘛 讓別人覺得說 欸這個政治惡鬥好像比較高尚一點 他好像不會去跟別人做政治惡鬥 可是其實所謂的政治惡鬥 它都是被形塑出來的 而是在那個結構之下 在這個制度之下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可以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要透過比如說修法啊 修改這樣的制度啊 然後修改我們自己的體制啊等等的 讓我們在討論台灣的事情的時候 不會一直有人跳出來說 中國的利益應該要怎麼樣 中國的事情應該要怎麼樣來解決 那其實柯文哲目前的狀態也其實都很像講嘛 比如說我們台灣在討論 跟美國時間的關係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就會跳出來說 啊這個中國 你怎麼可以跳過中國這個警察呢 欸對啊 然後比如說我們在跟這個美國在討論這個軍售案的時候 欸可能也會有人跳出來就說什麼 欸你這個台灣怎麼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那問題是你難道不也屬於台灣的政治人物嗎 你為什麼不跟大家一起來討論說 欸台灣的政治或者是說台灣的社會 或者是台灣這個國家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越來越好 你不是嘛 結果你就是有 無論是柯文哲 無論是韓國瑜 無論是郭台銘等等 有可能王金平中央這些人 全部都是跳出來說 啊你這樣做中國的氣噗噗啊 你這樣做中國的啊 欸請問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 這個很明顯嗎 對啊 而且有時候剛剛宇珍講到有些人就是在我們討論正確議題的時候 或者是重要議題的時候他們就會出來亂嘛 這篇文章其實他有一個重點 他說齁 這個台灣的政治現在正在倒退路啦 整個政治文化的倒退 他說在民粹領袖柯文哲跟韓國瑜興起之前 很多人根本就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選總統我們要討論上班是否準時 開會是否準時 他說在這個幾年前 根本就會被認為荒面無比的想法的事情 目前正在台灣 在台灣政治上很魔幻的這個發生當中 是 真的啊這件事我都想說 我跟宇珍有時候在節目上討論這個韓國瑜的時候 為什麼會覺得很累齁 仔細想想是因為 我們都覺得 就是太荒謬了 對都覺得 那個真的很沒有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當全台灣的媒體都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去討論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變怪咖 很奇怪 感覺很像是我們討論這些事情大家會覺得 你們好像不是在討論主流的事情 可是為什麼上班遲到變成總統大選的主流 這不是各位聽眾朋友有很多人都是上班主吧 有很多人都是要準時上班刷卡的 為什麼你可以忍受你的名義代表 你選出來的名義代表他可以不用準時上班刷卡呢 而且要上班沒有準時刷卡這件事 會動用好幾十台的SNG車去問他 這是讓對社會資源吧 這就很扯啊 所以我們當然除了討論這個之外 也很想要跟大家來分析說 到底為什麼現在的狀況會是這樣 然後也想要跟大家來分享說 國際上面的情勢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如何能夠在明年大選之前去做出一個選擇 而這個選擇不會被國際排除在外 然後也會對台灣自己的體質 或者是說未來的民主發展是更有幫助的 沒錯 好OK那這個我們還是會 因為接下來 因為韓國瑜畢竟還是要來代表國民黨來參選 不過這個這邊還是要跟聽眾 就今天當作是跟聽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對於真的聊韓國瑜的吃生火真的是 既無奈又不得不討論 不過我們還是會盡量的把我們的這個篇幅大規模的放在 就是說這個台灣要把台灣帶往什麼方向去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跟兩位主持人 那我們一起來往這個正確的方向 那重要的事情來做這個討論 以及這個傳播 好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子瑜生活二三四就到這邊啦 聽眾朋友晚安 掰掰